哦,OK 直播 一站不大人,直播 Hello Mike,我們開始了嗎? 可以開始 那跟我們騰訊娛樂的網友打個招呼吧 騰訊娛樂 騰訊 騰訊娛樂 打個招呼好嗎? 騰訊 騰訊娛樂的朋友們 騰訊娛樂的朋友們 騰訊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Mike 哎,好 那之前那個 《無形法師2》也是在我們這邊播的 然後今天我們想 先請你介紹一下《美味奇緣》裡面的角色 我在《美味奇緣》中是演李宇哲 我是 我是 主廚 主廚 嗯,我是主廚 我看不到 看見了看見了 嗯 嗯 想問一下《泰語》裡面有《高富帥》跟《高飛格》的對應詞嗎? 可不可以請你說一下 有啊 有啊 嗯 嗯 《高》 《高》是 《高》 《轉眼 scheduled》 《美女 action》 《老字幕》 《小聲》 《小聲》 《香港闔街》 《小聲《小聲》 《小聲》 《年的小聲》 《小聲》 对对对我现在拍啊什么 我的奇妙男友2 嗯现在在拍我的奇妙男友2 是的在在南京拍 在南京拍 那之前这个美味器人是在哪个城市拍的 哦台厅美威器人台厅的哪个 哦北京 北京 是不是是吧 北京美威器人 上海 咦 上海 哦对对对对对上海 上海 不是北京 嗯嗯那在中国拍戏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Long 来 H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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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中国拍戏啊 是真的很professional 哦就比较专业 嗯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he film is really good yeah And everything is so fast like 很快 我觉得很快 重其乐 工作起来模式很专业 然后剧的质量很高 然后工作起来比较快 效率比较高 是吧 是 嗯 嗯 那这个很快效率比较高体现在哪儿 原来在泰国是大概拍戏是什么样子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比方是因为今天太太了 我们的比方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系统是不一样 在在中国拍戏 三个月每天拍 三个月 三个月每天拍 但是在泰国 嗯 啊 天哪儿呢 一个星期去拍三四天 嗯 但是台会慢慢继续 我们需要用大概六个月 嗯 那这一个星期三四天拍戏 剩下的时间都待在家里面可以休息是吗 对可以可以休息 但是啊 昆虫也或者落岸的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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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煎两个 两部戏就可以 周一到周四拍一部戏 周五到周六 哦 跟网友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泰国的时候 他们可能一个星期每一部戏会拍三四天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麦克会同时演两部戏的话 就会比如说周一到周四在一个剧组里面 然后周五到周日在另外一个剧组里面 这是跟中国拍戏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嗯 嗯 之前我拍无形法语一 一 一 嗯 我在我在泰国拍 还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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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中国 拍无形法语 然后 再飞回泰国拍 哦 然后在泰国拍戏的时候 大家会同时住在一个剧组里吗 还是说每天晚上会回家 回家 回家 我们我们都去回家 会回家住的 哦 中间插一句跟网友们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交流的状态就是 有一个主持人 然后麦克在这边坐着还有个翻译 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三个人讲话 哦 嗯 然后那这次每位集园里面 跟毛晓彤合作什么感受 啊 很开心 嗯 是六个人玩来呢 很好玩 很好玩 因为毛晓彤是 嗯 嗯 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很幽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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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每天拍 拍戏的时候 嗯 一直都笑 不会拍 就一直在笑场 一直在笑场 对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对话的时候 会发生很多 很有趣的 是 我只看到他我会笑 嗯 嗯 嗯 麦克刚才说 他跟毛晓彤拍戏的时候 会笑场 但我本来以为是他听不懂你说的中文才笑 哦 好 是 如果他听不懂 那个 对 那你看她笑是为什么呀 网网他们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 我和毛晓彤 我和毛晓彤有很多比较默契的笑点 你们两个会有一些默契的笑点 例如 我叫他毛骨头 因为在美国视频拍戏的时候 他的头发跟毛骨头一样 拍戏的时候有很多 我是主厨 有很多什么 切菜的 有很多毛骨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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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刀工 毛骨 毛骨死了 就是拍戏的时候 你觉得毛晓彤长得很像头发很像蘑菇 然后正好拍戏的时候 那个厨房里面有蘑菇 所以你就会拿那个刀切一下 然后跟他说蘑菇死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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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会去这样 每天 就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笑点 是吧 对 好 那 他在开始说听不懂你的中文之后 你有做些什么吗 比如说放慢语速之类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我 我们 我跟毛晓彤说话 他跟中文聊天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 他很聪明 我也很聪明 我们 我们 什么 可以 可以沟通 没有问题 哦 明白了 那你们平时 说中文多一点 还是说英文多一点 中文 中文 中文多一点 我们说中文 中文 他不懂英文 一点点一点点 我们今天直播呢 就是有很多网友会直接在屏幕上给你留言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就已经有很多网友说非常喜欢你的五心法十二 然后之前也看过你在泰国演的电视剧 是不是因为我有长头发 还有说中文英文泰文切换无缝衔接你好帅 谢谢谢谢 谢谢 然后 哦 有一个网友邀请你说什么时候去成都吃火锅 你知道火锅吗 成都 和火锅外在北京 火锅里成都 在讨讨 我 嗯 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 当然去 有时间的时候 当然会去 当然会去 嗯 然后我再转达一条 就是这个网友说你 Super handsome Super cute 哦 嗯 然后我接下来就继续说电视剧的主题咯 那这次演的是一个大厨嘛 是一个主厨 然后想问一下你自己私下里面的做饭水平怎么样 嗯 嗯 不会去的 嗯 嗯 他不敢去 给你来 哦 他自己做的菜是吃不了的 吃不了 我自己做的菜是吃不了 吃不了你自己做的菜 但是 嗯 在在我家 但是如果我在 嗯 什么 拍节目 啊 节目的时候 可以 因为我 我 我 我要 给别人吃 所以我 当下一个东西 认真 认真 所以我认真 嗯 哦 那因为之前看过你去参加中餐厅吗 哦 参加中餐厅 嗯 嗯 然后那个里面 其实是你第一次做那个多名工是吗 是的 是的 我 用我的手机 什么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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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是我第一次做多名工 嗯 那那个辣度是你觉得 你受不了的吗 我觉得 那天 嗯 拍中生听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很好吃 嗯 很好吃 但是第一次做但是甜好吃的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以后不要担心自己做的饭没法吃了 我相信这个直播完了之后很多网友都会解一些图下来 就是比如说这样啊各种表情什么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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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部戏里面拍戏的时候就是做饭的场景多吗 当然很多 每天做饭 每天都在 就是是切得多还是煮得多 你有特意做什么准备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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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就跟网友们说一下就是麦克在这部戏里面很多做饭的场景 然后里面有一个做土豆的一个一个切土豆的一个场景 是一个应该是有特写吧 对于那个土豆然后刀工了得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搜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那你有没有去找就是比如说厨师 然后专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能有模有样的做饭 没有啊我用我的手机 都是用手机看录屏 视频视频 然后看视频里面人家是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学是吗 嗯 嗯 不是学做菜是学那些技术动作 对动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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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明白了就是麦克自己会就是为了做一个主厨 然后会上网去查一些厨师做饭的视频 然后跟他们学这个各种手势很炫酷的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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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除了是一个主厨以外对啊你看现在麦克还在耍帅 那除了是一个主厨以外好像是有点霸道总裁性格的一个角色对吗 嗯 嗯 跟毛小童用哪些互动呢在剧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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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他叫我很多的中文 叫很多的中文 叫很多中文 嗯 毛小童叫你说中文 对 你叫他说泰文了吗 他问过我 嗯 他问过我 龙多英 哦 就是臭臭臭美 臭美 臭美 他喜欢说臭美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到我 嗯 臭美 然后所以说臭美用泰语怎么说啊 龙多英 龙多英 嗯 他他他说 龙多英 但是毛小童 龙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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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自己的翻译方式是吗 就很可爱 哦 系里面你们是就是 你是对他又嫌弃又喜欢的那种吗 对 那一部的话是 唐英web talk 唐英web talk 对 对 嗯 我看着有一点像就是比如说一文定情里面那种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主厨很厉害 他是一个有点菜鸟的呃一个一个节目编导好像不太懂所以你就会有点觉得他笨笨的那种感觉是吗 就是感觉呃美味奇缘里面他和毛小童的相处模式有点像一文定情里面那个相处模式 就是一个很厉害一个有点笨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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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第一次当电视剧的男主角了压力大吗什么感受 压力很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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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哪里啊 怕中国观众不认识什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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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去理解啊 包括国情 国情 对对 所以他理解那句本啊 他如果是在泰国还是用自己的母义去表达这些情绪 他就可以达到百分百 但是换成中文来说的话 他就可能达不到八十分 他就觉得对自己给自己的成绩达不到 明白了 刚刚麦克说 第一次在中国电视剧里面当男主角 还是有一点压力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还是有语言障碍 虽然自己在很努力的学中文了 但是因为语言障碍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理解剧情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他给自己打八十分 但这个还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标准 对吧 还有我觉得中国的艺人 非常非常好 很厉害 所以我的压力太大 我的压力很大 还有就是因为中国艺人很棒 所以压力很大 是吧 弹幕里面很多人鼓励 那可能多说点中文 但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就不是中文的问题了 就是因为刚刚主持人 发布会的主持人严肃 他在这个美味奇远里面演一个泰国人 所以他有没有问你学一些泰语之类的 或者说 他在那些年代的 可能有个小孩 他在台语中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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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过 泰语中文 他在台语中文 他在台语中文 就在台语中文 就问一下 发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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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教过他哪一句话呢 我们能给我们说一下 他没谈 他有句话 他也想让他说 我不太记得 但是他会 他会想 那个意思出来 然后问他 这个怎么说 就是在每位词员里面 有一个特别逗的情况 就是男主角麦克是一个泰国人 然后演中国人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演员叫严肃 他是一个中国人演外演泰国人 所以所以麦克在里面要用中文说台词 然后严肃还问了麦克怎么样去说泰文 我觉得一点点 奇怪 因为我是泰国人是吧 但是我 Len Ben Kunji 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演泰国人 那你觉得他演的怎么样 包括服装 你觉得专业吗 他很好啊 他很好 真的 我跟他拍 第一次 我觉得 哇 哇 他很厉害 嗯 嗯 嗯 那 说到来中国拍戏的话 你有没有就是你还记不记得 你都来过中国哪些城市了 记不得了 我记得恒电 恒电 恒电 在恒电拍的是拍的是哪个 青秋 啊 啊 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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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青秋 传说 青秋 传说 那在中国拍的 还有还有无心 无心 无心 无心也是在恒电拍的 在恒电 第二次是因为就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些在上海拍的 嗯 其实这个问题是想问 有一个弹幕里面 弹幕里面有个网友 特别着急 我又也是刷了好多遍 说能不能请迈个唱一句歌啊 我是每位寄元的主题曲之类的 大概 能听到哪 大概绝对的 可以 可以 我先醒一下 简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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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的方式简单点 你又不是个演员了 别忘记那些别设计那些情节 你是平时喜欢听薛之谦的歌是吗 我喝的音乐盘的时候 听到演员这首歌了 觉得好听 好吧我今天就是来给粉丝争取粉丝福利的 还有人说麦克的手太好看了 能展示一下吗 然后其实刚刚说城市的那个问题 是想问说你在中国有吃到什么 特别印象深刻的好吃的吗 我真的喜欢吃火锅 最爱吃火锅 最爱吃的是火锅 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演员给你带一些他们当地的特产之类的 哎呀我饿了 哎呀我饿了 哈哈哈哈 说的他都饿了 哈哈 麦克被我说饿了是吗 那我没跳过吃的这个问题 啊你知道在你来中国拍戏之前你就已经网红了吗 真的啊我中国嗯 在来中国之前 哦麦克不知道是吧那现在告诉你在你来中国拍戏之前你就因为在泰国拍了戏 所以在中国很多网友看 啊夫婚 对已经网红了 啊 嗯嗯嗯嗯啊 现在呢哈哈哈哈哈 现在当然更红啦 然后很多网友就是留言说特别喜欢你啊从浪玛湖开始喜欢你啊之类的 谢谢 还有很多人邀请你去吃他们当地的好吃的已经数过来了 所以有机会我们整理一下就是需要给麦克推荐的食谱 然后让你慢慢去吃 然后说起在中国拍的戏啊 像之前就是五星法师嘛 然后还有这个青秋湖 然后感觉你还拍过西游记 然后感觉你拍了很多这种奇幻题材的 这个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在泰国有吗 古装吗 不是古装是有一点奇幻有点超能力呀 有鬼神之类的 有很多 但在泰国的时候没拍过对吧 我拍过 我的是什么 我的是什么 其实他觉得他讲的不适合拍 但不适合在泰国拍 哦这种题材的剧 哦那在中国比如说拍了白琉璃 就是演了白琉璃这个角色 你喜欢那个扮相吗 长发 我喜欢啊 我喜欢 喜欢长发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转圈出场的那个 我喝那么久我喝了 我喝得出我晕 我弄了个一点 等一下 休息一下 站不住了 站不住了 哦就是每次麦克在拍那个的时候都会被吊娃娃吊起来 然后就转了很多圈 就白琉璃出场那个场景大家应该知道 然后就会被转晕 然后跟导演说等一下 是这样吗 嗯 然后还有粉丝想问 你会考虑来中国拍真人秀吗 综艺节目 好的 你可以认识 就是那种类型的专丝 譬如说体育什么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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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试试 想想 你觉得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的执行啊 比如说体育什么的 それで说体育什么的 调皮育什么的 就是录音和批评 哦 户外互动那种 互动 拼体力的 哦 所以说麦克觉得就是 如果在中国参加综艺节目的话 呃 做中餐厅这种做饭的 挑战自己的 或者是出去那种 就是挑战体能的角色 都还蛮喜欢的是吧 嗯 那呃 我们还想问就是说 你会在中国开粉丝见面会吗 这是谁 哦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粉丝们赶紧要加油 如果你们足够努力的话 麦克就有可能来中国开 粉丝见面会哦 然后因为刚刚有太多人邀请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 呃 跟麦克有个不情之请 就是有粉丝说 能不能给他们录制一首 起床铃声 就是比如说你对着这边说 他们就会在对面录下来 哦 老婆 还听话 那里喝了 满汤满汤满了 我这个恋爱和灯饿 那里喝了 对暖 灯饿 灯饿 太冷了 灯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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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灯饿没了 我 你起来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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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强一点了 嗯,然後會不會聲音太小了 好吧,請當隊 起來啊 起來,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負擔? 我起來,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負擔? 不然我要自己去教你 不然呢? 不然我要自己親自去教你 不然我要自己 去教醒你 不然我要自己去教醒你 好,那剛剛這個已經把大家的需求都提過了 你們該截屏的截屏,該錄的錄影 然後還想問就是你在中國拍戲有沒有交到什麼好朋友啊 比如說像之前有合作過韓東軍啊,王彥霖啊他們 那你有沒有感到很興奮的事情? 嗯 我跟日本有可能接替台的話 就拍過很多部戲之後 就有挺多的選擇的朋友 對,我們沒有在特別 提到的感覺 但是時間有線,所以沒有時間去 經常見面 哦,就是拍戲的時候 問無心法師的朋友們我們也跟你們問過了 就是他跟東軍跟彥霖都是還不錯的朋友 因為拍戲認識的 然後但是因為沒有很多時間見面 所以就是,呃,只是說大家相處的感覺還不錯 但是沒有什麼時間經常聚在一起 嗯,然後想問一下就是因為每位奇緣也要快播了嗎? 每位奇緣也快播了 然後就是最近比如說在中國發展有什麼工作計畫嗎? 然後會不會考慮就是在出唱片啊之類的 然後現在在拍的戲介紹一下吧 那是你們兩幫TAT拍他們一段嗎? 現在我在拍,呃,我的奇緣男友2 還有,next year 嗯,I already got some plans 嗯,but it's still confidential 讓讓被換了與紅畢娜 哦,但是還還不能透露 哦,嗯,現在在拍的是我的奇緣男友2 然後明年的一些計畫現在還不能說 還是秘密? 嗯,嗯 那會考慮出唱片之類的嗎? 在唱歌什麼的? 唱歌我也想,呃 也想唱歌? 嗯 嗯,那你覺得你會邊跳邊唱 還是安靜的唱情歌什麼的? 我老了,我不會跳舞了 忘記了是嗎? 忘記了,我老了 哦,好 那,不要謙虛 不要謙虛 對,然後最後的話,因為時間有限嘛 最後就請Mike再跟我們在看直播的中國的網友們打個招呼吧 然後給你的粉絲表個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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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給我支持 謝謝大家給我支持 謝謝我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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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給我支持 我只是想說 不要忘記 到明天晚上 沒有許願 明天,什麼? 明天要 明天要 播放了 播放 明天要播放了 沒有許願 我們 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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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見不散